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我说错了 还是做错了什么 公子 你不要对我这么好 你不要对我这么好嘛 小赵 赵姬 女孩子的心思你不会懂的 让她尽情宣泄吧 不就是更好 5045年 大女儿 少赵姬 写 莫写 年 Burn 的 女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妞哥 珠儿 我只跟你说一句话 你听听出来啊 你看 你一定要小心它 我走了 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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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警告我 小心小赵 不对啊 你表妹知道我们在这 就表示金花婆婆知道我们在船上了 应该不会吧 她如果知道 为什么不对我们下手呢 也对啊 不晓得金花婆婆又要耍什么花招 反正我们得小心点 你走吧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服侍你照顾你 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根本就不领情 这是我考虑很久的结论 我不希望你留在武当山 更不希望你留在我身边 明天一大早 你下山就行了 我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 错 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 叶刘霞 好了 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 你走就是 你要赶我走 总得让我知道个理由吧 我不想走得不明不白 你要知道理由是不是 好 我告诉你 我讨厌你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我不想见到你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是 每个字出自内心 我不信 我不信 杨不悔 我告诉你 武当和明教正邪不两命 绝对不可能共存 你走吧 我不希望你害了我 你认为我跟你在一起是害了你 不错 当年我娘辜负了你 你非但没有记恨他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所以我一直觉得 你英雍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可现在 现在我总算看清楚你了 英雷亭 你难道这么可恶 枉费我不离世俗非议 留在武当全心全意地照顾你 现在你伤好了 不需要我了 你居然说出这种话 还要赶我走 好 我如你的意 我走 对不起 原谅我 六弟 你敢不回姑娘走 不是你的本意吗 为什么 为了杨不回哈 师父跟我谈过 我自己也认真想过 我和他的年纪相差太大 他还年轻 他有他的人生 也有他的缘景 我不能耽误他 不能 感情的事 第三者很难介入 不管结局是好是坏 两头都不是人 但是六弟 对于你和不回姑娘的事情 温兄 想给你个建议 六弟 六弟就轻书而言 我很细的 但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倒也引以为荣 轻书 他喜欢周芷若 他可以不顾一切地 去追求去努力 不管成与不成 起码他对得起自己 他自己做了 六弟 维兄 说这话的意思 只是希望你后半生 过得愉快些 六弟 你前半生 一直自言自意地 躲在季晓福的阴影下 难道 你还想重蹈覆辙 让自己的后半生 过得更痛苦吗 六弟 人生 难得遇到一个 红粉之急 该把握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 1 就一直奖进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因离婷 我不惜毁灭了爹的义人 还和爹起了争执 如今 我要怎么回去面对爹 面对无忌哥哥呢 武当不肯收留我 而我又没脸回过命 我不如以死外了了 无量受服 这人 这人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呢 你寻求解脱 是为了我的徒儿阴离婷 还是为了你的颜面呢 频道想知道你内心的想法 不管什么理由都不重要了 赢六侠 他否定了我的付出 拒绝了我的情意 他竟然还要赶我走 真人 你说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既然你提及付出 情意 那频道再问你 你对离婷是真情的爱 还是为母补过呢 频道希望替你出自真心之言 不敢有瞒 起初对樱柳侠 确实有为我娘赎罪之心 不过时间一长 樱柳侠让部会 感受到了 他的温柔体贴 处处为人着想 所以 我懂你意思了 既是孽缘 何不随缘呢 来 请 大师兄请 来 刘帝 师父 叫做 快 刘帝 我让远桥叫你来 是要宣布一件事情 并且让她做个见证 师父请说 有师父做主 正式宣布 你和部会姑娘 结为夫妻 师父 我 我已经和部会姑娘 姑娘谈过了 她不反对 李婷 你是我徒儿 我从小带你长大 为师自是了解你啊 今日决定 虽是为师自作主张 但我绝对相信 是帮你做了一个最好的选择 师 师父 你可知道 不悔姑娘 今天差点 魂归武当山了 你可以昧着良知 拒绝不悔姑娘的情意 赶她走 你可想过她的感受 我曾经给过你暗示 如果你能抛开 季晓芙的影子 何不去经营不悔姑娘的 这份感情呢 也许会有个圆满的结局 你为什么要自己身陷于痛苦 毁救一生呢 可是 年纪的距离不是问题 人家不悔姑娘 不理世俗 为情持主 你身为男子 难道不如她吗 离婷 比走 不理生 为dd 自虎 这两征 非常之出 这余伟 去 拿过来 失败 低 不 从 恭喜你了 待不悔姑娘禀名她父亲以后 就由为师为你们处婚了 还好啊 不悔 我为我的无知 向你道歉 我没人 四无人 识 你 如果 我们 大人 你 我们 让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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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重一点 义父 真是义父啊 他虽然双目以下 但大敌当前毫无据损 静谋师王威震天下 过来也不许存了 义父老了 义父老了很多 他双眼失明 行动不便 这十段用来都很荒荡 日子更是过得甚是艰辛 信训 只要你交出屠龙把刀 本邦就饶你不死 屠龙把刀换命一条 该忘臭非 屠龙都在此 有本事便来取 升 武林至尊 宝刀屠龙 静谋师王威震天下 果然命不虚传啊 丐帮光临灵蛇岛 不跟我老婆子打声招呼 就来骚扰我的贵客 听到没有啊 听金花婆婆言下之意 你义父似乎是她请的客人啊 我义父当年 无论如何都不可离开冰火岛 金花婆婆 怎么能请得动她老人家呢 还有 金花婆婆又如何知道我义父的下落 两位长老 在 金花婆婆由我来对付 你们先去对付屍王 是 有这老婆子在 狮王不会有什么危险 现在重要的是 隐藏刑技要紧 狮王 二位长老用的不是打狗棒 实际上用的是 阴山掌 金花婆婆 你站在那 拧着不住谢训 却以靠头相助 你这是什么意思 呵呵 这位小哥看着眼生 难道也是丐帮中的长老吗 戴下新入丐帮没多久 婆婆自然不识 戴下姓陈 草字有量 陈有量 陈有量 是没听说过 怪啊 怎么了 我看着金花婆婆 好想无心帮你的衣服 放心吧 我衣服绝对衣服得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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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 夏大侠 你武功盖世 在下实在佩服 这位正长老手臂已断 请你放他一马 放你个头 你这老小子跟我玩阴的 该死 谢大侠 你没看到郑长老痛苦哀嚎 他自找的 活该 好 郑长老已是废人 既然你不肯放过我 那我陈有量就抵他一命 你说什么 鸿门情义 义自当先 谢大侠请动手吧 此人倒是意气深重 陈有量 老夫敬重你是条好汉 你把这姓郑的抱走吧 我也不为难你 在下先行谢过谢大侠不杀之恩 这是丐帮你有多人命丧谢大侠之手 在下十年之内若是习无有成 当再来了断今日恩仇 老夫只需宝刀一挥 你就横实当场 很好 在这凶险之时 居然还敢说出 日后寻仇的话来 老夫若再活得十年 自当领教 好 改帮擅闯贵道 在此谢罪 谢三哥 我知道你不喜欢旁人相助 刚才没有帮你 你不会怪我吧 你这次回到中原 可探听到 我那无忌孩儿的消息 你怎么不说话了 江湖上没有张无忌的消息 韩夫人 兄妹一场 你不要骗我这个瞎子 我那无忌孩儿 她当真还活在这个世上吗 谢公公 阴丫头 你婆婆说 打听不到无忌的消息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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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公公 伯父说的 确实是实话 我们在中原一带 真的没有张无忌的消息 那么你们打听到了什么 宁教又怎么样了 那些故人 又怎么样了 不知道 江湖上的事 我没去打听 我只是想查清楚 杀死我丈夫的仇人 还有 找峨眉派的灭绝老倪 报那一件之仇 其余的事 我老太婆 从没有放在心上 好啊 韩夫人 你在冰火岛上 是怎么答应我的 还记不记得 记得 你说张五弟夫妇 为了不肯吐露 我藏身所在 在武当山 被人逼得双双自闻 无忌 我无忌孩儿 成了没人照料的宫儿 流落江湖 到处被人欺凌 惨不堪言是不是 不错 你还说 无忌中了玄冥神仗 日夜苦受煎熬 你在蝴蝶谷中 曾见到过他 曾见到过他 要他去灵蛇岛 我还执意不肯 你说是不知 不错 我若有一句假话 天诛地面 尹丫头 你又是怎么说的 我说 当时 我要求张无忌 跟着我一起去灵蛇岛 他非但不听 还狠狠地在我手上咬了一口 耻痕犹在 我绝对没有半句话 是欺骗你的 我 我其实也非常非常想念的 不如济 原来你和你表妹之间 还有这些纠葛过节啊 我说过 如果你有事瞒我 我绝不饶你 韩夫人 你知道我挂念这无忌孩儿 在禀活岛的时候 你答应过我 到这儿能见到无忌 为何你不愁庆庸 我们说好的 我替你查张无忌 你借屠龙刀给我 谢三哥 只要你把屠龙刀借给我 我立刻为你去查张无忌的下落 你先将无忌带来 我就借屠龙刀给你 你信不过我 世上之事 难说得很 就算亲如父子兄弟 也有信不过的时候 怎么说 你是不肯把屠龙刀借给我了 我放了丐帮的陈有亮离开 领蛇岛从此以后 再无宁日 乌林中不知有多少复仇的人来找我 我金毛世王 早已不复当年了 你还要是不肯当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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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不肯为我寻找无忌 我献心唯有重出江湖 来闹他个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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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三哥 我要去找义父 干什么 你没看到金花婆婆还在哪 我不怕她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你想想 我觉得这岛上藏着许多诡异之事 你看 这丐帮怎么会知道来零蛇岛 金花婆婆怎么知道你义父所在 又如何能找到冰火岛 这中间实在有许多不解之处 你要是出去将金花婆婆一掌打死 这倒不难 不过什么事情都不明白了 我没说要打死金花婆婆 只是我义父想我想的苦 我立刻要去见她 都分别十多年了 还差这一两天吗 张公子 我跟你说 我们不仅要防着这个金花婆婆 我们还要防那个陈有亮 陈有亮 此人很忠义气 倒是条汉子 你真的那么想 这陈有亮 甘心带正长老一死 真是难得啊 怎么了 我说错了 你的手还在流血 回船上 我帮你包担 你还没告诉我 你刚才太成气啊 你身为名教的教主 不知道要面对多少 激傲不驯的英雄 还要谋那么多的大事 没想到竟然那么容易被人骗啊 张教主 我真为你的将来感到担心呢 我被人家欺骗 不会吧 这陈有亮欺骗了谢大侠 你双眼看得清清楚楚 难道你看不出来啊 他骗我义父 这谢大侠屠龙刀一挥之下 改邦的高手 无人能敌 就算这陈有亮武功再高 也未必能逃得过这屠龙刀啊 换句话说 当时的情形 换作所有的人 不是上前送死 就是跪地求饶 更何况 你义父的行踪 更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就算这个陈有亮 跪地跟他可三百个响头 这谢大侠 也未必能够心软 他除了假装自己 人侠重义之外 你觉得他还能有什么办法 你好像不相信我的话 好 让你再想想 这陈有亮慷慨激昂地 对谢大侠说那番话的时候 他的双手在干嘛 他的双脚在干嘛 我记得那时陈有亮 他的左手略举 右手横摆 是一招狮子薄兔 至于他的脚嘛 是强魔踢斗士 这不过是很普通的招数啊 难道 难道他假装向我义父求情 其实易遇偷袭吗 这也不对啊 距离很远 这两招都不管用啊 张公子 张无忌 张教主 你呀 你对这人心险恶 真是了解太少了 你想想看 当初陈有亮站的位置 他这一招 降魔踢斗士 踢的是谁 这狮子薄兔 薄的又是谁 这一招踢的 是躺在地上的郑长老 出手去抓的是猪儿啊 对呀 这个陈有亮啊 一脚就把郑长老 踢到谢大侠的身上 另外那只手呢 就把 你的那位青梅竹马 接下孽手之梦的猪儿姑娘 我谢大侠身上一推 好了 两个人都推到谢大侠身上了 这么一来 他就有机可逃 哎呀 要是换钻是我呀 到现在我都想不出 这么好的办法 真是不简单 这陈有亮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替你这么一提醒 我才恍然大悟 真是后知后觉啊 这世上人心真是邪恶 我自小经历的多了 可像陈有亮 这么有心计的人 倒是少见 赵姑娘 你能够一眼看破 她的诡计 你不是比她更厉害吗 喂 你是在讽刺我 好 如果你觉得我诡计多端的话 那就离我远点啊 那倒也不必了 你对我试的诡计多了 我会防着你 你防得了吗 那我问你 你手上被我下了毒药 你怎么不知道啊 你给我查的是去腐消肌膏啊 这去腐消肌膏啊 是我爱科中用以烂去腐肉的消食膏药 也不是毒药 我当然清楚了 可是你涂在我的手背上 你咬出的纸痕不要烂得更深啊 好了 我帮你洗掉好了 你别碰我啊 你动不动就来个恶作剧 我怕 你真是狗腰履动兵 不是好人心啊 我是怕你疼得厉害 我才想出这个方法的 张公子 张教主 早知如此啊 我就在你的手背上下毒药 要了你这条狗命 省得你现在对我不理不睬 明明是你整我啊 你还说我是狗腰履动兵 不是好人心啊 如果我说的让你服气 那你要怎么办 反正你本来就是强死夺理 我也变不过你了 哼 是你自己心虚 说不过我 哼 我知道了 其实你心里呢 知道我对你是一番好意 只是嘴巴不说 嗯 天下有这等的好意啊 哎 你咬了我的手背 你没有跟我赔不适又罢了 你还狠心在上面给我涂毒药啊 谢谢你啊 这种好意 不要也罢了 用不着这么生气吗 那我问你 是我咬你的伤口身 还是你咬猪儿姑娘伤口身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你提他干什么 我在问你话 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啊 好 就算我咬猪儿的那口身嘛 可那时候他抓住我啊 我武功不如他始终摆脱不了 小孩子嘛 心急就只好咬人啊 你又不是小孩子 我又没有抓住你 逼你来灵蛇岛啊 哦 这么说你那个时候 人家强迫你来灵蛇岛 你死也不肯来 现在又没有人强迫你来 你干嘛眼巴巴地跟着要来 我 难道说是人大心大 人都变了 哎 哎什么 你说啊 是你叫我来的呀 是我叫你来 那你就来了 如果我不叫你来 你是不是就不来了 好吧 现在 我要跟你说说心里的 一句话 其实 我知道你咬了猪儿姑娘一口很深 那时候 猪儿姑娘 她也记得很深 我听她说话的语气 我想这一辈子她都忘不了了 我咬你一口 也就是希望 你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我 我看到珠儿姑娘手上的那个伤痕 我在想 你当时咬她咬得那么深 她这一辈子也会记得很深 我也想重重地咬你一口 可是我很不下心 所以 我只能轻轻地咬一口 在铺上去腐消极膏 好让这个尺痕烂得更深些 如果你怪我 那你就 我不怪你 你如此淡妄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 我听不大声 我不懂啊 什么叫做 我这样如此待你 我怎么对你了 我是待你不好吗 还是我待你好啊 这 老实说 张公子 其实 我是待你不好 待你好的是 一件都没有 那你以后待我好不就成了吗 你干嘛 我也要在你的手背上咬一口 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 不要不要 不要啊 不要啊 公 出什么事了 小赵 你刚刚去哪里了 公子啊 我看见金花婆婆和那个丑姑娘 他们身上背着一个大袋子 不知道要干什么 他是不是向山顶那间小屋去了 不是 他们二人一路向北 但又不向上山 他们好像在争辩些什么 金花婆婆好像很生气 我去看看 你们在这儿等着 人多容易被金花婆婆发现 等等 天黑了 你还是把倚天剑戴上吧 你留着吧 还是戴上吧 要不然我会担心 你担心我什么 我不晓得 总觉得这个金花婆婆 鬼秘难测 而且那个陈友聊也诡计多端 我在想 你和义父都相隔十几年了 不晓得他还认不认你这个无忌孩儿 再说 这个岛号称灵蛇岛 说不定有什么毒物 你就带着吧 他肯把倚天剑借给我 可见 他对我是真心的 你的 你 你 你 他们 在幺子 你 你 你 我 你还犹豫什么 还不赶快干活 婆婆 他们在干什么 婆婆 婆婆 你这样做 是不是有点对不起老朋友啊 谢大侠 跟您可是有数十年的交情 我想她信得过您 才离开冰火岛 来到灵蛇岛的 她信得过我 她信得过我 为什么不肯把屠龙刀借给我 她离开冰火岛 只是为了来找她的义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可是 婆婆今夜 你要夺宝刀的话 明刀明枪的交战 这样还不失为英雄行迹 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传出去的话 岂不会天下人耻笑 再说 那灭绝尸太 那个老尼姑 她已经死了 宁多屠龙包 有什么用呢 谢迅跟你非亲非故 你为什么总是 护着她说话 你倒是说个道理 非亲爱你 谁都属于 可可 他说话 是 你 不 谈我武艺的大恩 可是 可是 可是谢大侠 可是谢大侠是他的义父啊 哦 说了半天 还是为了张无忌呀 天下竟有你这种痴心的丫头 好吧 就算当年姓张的你小子 肯来灵蛇倒 就算你们俩结成了夫妻 瞧你现在这个样子 能保证他一辈子就爱你一个人吗 远的不说 就说我们抓来的那个峨眉派的周芷若 还有他身边的两个小美女 要是那小子对他们俩动了心 你是杀了他们俩呢 还是先杀那小子 赵明说得不错 金华婆婆的确已经知道我混在船上 只是 她为什么不拆穿呢 阿丽亚 不是婆婆说你 你要是 不练着千珠万毒手 原是个角色的美人 可现在什么都晚了 你就认命 跟着婆婆我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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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婆婆 可是 不拿屠龙刀 我誓不罢休 婆婆 别再啰哩啰嗦让我生气了 赶快插钢针吧 是 陈有亮果然被赵美调中 自愿我非善 谢三哥 有不怕死的狗贼 来找你来了 有不怕死的狗贼 手脱塞 似笑飞笑的你 看着爱她 起起哀哀 什么时候 我才走到是非之外 因为你 想和她谈爱 让她一生为你花费 让她的心快 让她一生为你花费 再美别的女孩 让她一生回忆花梅 她的心宽容四海 在目的里就给她伤害 让她身边再美别的女孩 请不吝点赞订阅